哈喽,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机,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 有多少人可以从美国史上第一位亿万富翁的口中学到成功的法则呢? 恐怕很少,可是今天我要分享的这本书就是一位亿万富翁写给自己儿子的私人信件 这些信件深入探讨了一个人要如何透过商业智慧,有道德的价值观,还有肩负社会责任来塑造一个成功的未来 本集节目由生鲜石书赞助播出 在工作上面,你常常需要久坐或是久站吗?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 我爸因为锥肩盘突出,他开过两次刀 因为他以前是老师,他就需要长时间的站着上课 还需要长时间坐下来画配线图 那么因为久站跟久坐,也间接导致了他的锥肩盘突出的问题 甚至还因为二十多年前开刀的关系 现在他的左脚走起路来还会一拐一拐的 那也因为这样子,我就更加的注重这种姿态跟姿势的管理 会安排时间去做一些按摩来让自己放松 其实统计下来还真的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页 我也试过看网路上的一些影片来矫正姿势 但是发现有些资讯其实不见得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反而为了在验证这个资讯的正确度 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在求证 那么现在,国际赛事指定合作的物理治疗师 詹洛瑶老师 他把十年来的临床经验浓缩成了一堂 《日常懒人姿势管理》的线上课程 来教大家如何保养身体,摆脱酸痛 这堂课包含了生活当中各种情境的减压技巧 例如说日常的呼吸、站姿、通勤走路的姿势、鞋子的选用 还有睡眠品质的提升 这堂课会带你破除各种的酸痛迷思 奠定正确的基础观念 让忙碌的我们能够告别长期酸痛 5月15号之前早鸟优惠48折 结账输入专属优惠码WKREAD 就可以再折底200元 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前往节目资讯栏参考看看哦 这本书是什么呢?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 洛克菲勒写给儿子的38封信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约翰·洛克菲勒 他曾经是美国首富 他也是一位实业家跟资本家 同时他也是标准石油公司的创办人 他除了拥有亿万财富之外 他自己在这个商业上的成功 还有他对慈善事业的贡献是相得益彰 建设了很多的学校还有医疗研究机构 这本书收录了他写给儿子的38封私人信件 字里行间都充满了父亲的爱 还有成功的哲学 道德的熏陶 还有商业智慧的提点 透过这些信件 我们可以知道 洛克菲勒他能够成为这种商业巨人的一些底层逻辑 更能够深入的理解他的这个致富心态 还有人生哲学 或许他留给这个子孙的最宝贵的礼物 不是这些亿万财富 而是能够一代传一代的这些永恒的智慧 洛克菲勒他在信里面可以说是真情流露 有的时候他会幽默的自嘲一下 有的时候他会爆气喷那些乳舌 读起来真的是蛮过瘾的 我自己认为 无论是企业家想要学习 你要如何教育自己的接班人 或者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读者 想要了解一个成功企业家的方法跟价值观 这本书都可以提供我们很多的启发还有灵感 这些信里面有一部分是我已经听到腻的成功法则 像是什么要主动积极 勇于冒险 相信自己 不要找借口 虽然这些东西对现阶段的我帮助并不大 可是我可以想象在年轻的时候读到一定会很有帮助 但是呢这些老掉牙的东西我就不说了 我想要分享的是其他四个值得一提的观念 首先第一个 贪心是成功的关键 洛克菲勒告诉他的儿子 你要学会贪心 在一般人的眼里面 贪心这两个字好像充满了负面的含义 可是作者他却认为 不要害怕贪心 反而要拥抱贪心 他鼓励儿子要从贪心开始起心动念 这样子世界才会进步 他的信中是这么写的 他说 打开贪心这扇门 并不代表你开启了装满罪恶的潘朵拉盒 相反的你释放这种时时刻刻跳动着的贪念 就像是释放了我们内在蠢蠢欲动的潜能 洛克菲勒他也这么说 他说我从每周薪水五美元的这种记账人员 奋斗到今天成为了全美首富 正是因为贪心让我成就的这个契机 贪心是驱使我追求财富的动能 就像他驱动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一样 洛克菲勒继续强调 命运是靠你自己去开创 想要什么就必须想尽办法去得到 失败和成功的距离 并不是像传说中那样子只在一念之间 而是取决于谁的贪念更强 谁具备这样的能量 谁就能发挥权力 不断自我超越 我认为洛克菲勒所谓的贪 他是讲的是一种追求更好 更多更强的那种贪 不要感到不好意思 想要变得更强就努力去求进步 想要打败更多的对手就努力的去做 想要赚更多的钱就用尽全力去赚 求之若可 求胜若可 求财若可 不够贪心的人是没有办法创造自己的命运的 所以呢他才说 贪心就是成功的关键 我们对自己的未来一定要贪心 再来第二个要分享的是 金钱是幸福的泉源 洛克菲勒告诉他的儿子 你要懂得怎么样跟金钱打交道 因为在某些人的眼里 如果一个人讲话讲来讲去都是钱的话 好像会让人家感觉说充满了铜臭味 有一些更极端一点的 会把金钱污名化是肮脏的东西 那么过得比较淡薄一点的人 可能会认为说钱就是够用就好了 不需要太积极盈盈去追求 然而在洛克菲勒他的信里面 他的自理行间几乎都离不开金钱 他鼓励儿子赚钱 谈论钱 使用钱 他的观念是这样子的 他说 你如果有钱的话 就能够造福家人还有亲友 建构出幸福跟快乐的生活 甚至可以衍生到社会上 让孤苦无一的穷人可以得到救赎 如此一来 金钱就是幸福的泉源 那么面对一些批评他的声音 洛克菲勒是这样子反击 他写这样子 他说 在某些人的眼中 我始终都是一个有卑鄙动机的商人 即使是我大力赞助了许多慈善事业 也被他们认定是另有盘算的轨迹 他们怀疑我有追求利益的这种自私动机 却对我无私奉献的公益之举视而不见 有人甚至还说我这么做是为了赎罪 真的是可笑至极 那么在这些信里面 他除了教他的儿子养成商业头脑 还有懂得赚钱之外 他也不断地提醒儿子 巨大的财富也是巨大的责任 只有傻瓜才会因为有钱而自命不凡 他很不希望儿子成为那种挥霍金钱的顽固子弟 而是他鼓励儿子要善用金钱的力量 去促成一种良善的循环 我认为当我们采取这种心态来对待金钱的时候 你就能够把金钱当成是一种 可以用来利己利人的资源 关键就在于你如何去获取资源 运用资源跟分配资源 千万不要成为金钱的奴隶 而是懂得把金钱当工具 用来达成自己真心向往的目标 金钱可以是幸福的泉源 只要你懂得怎么样跟钱打交道 再来第三个要分享的 叫做合作是利益关系 洛克菲勒他告诉儿子 要懂得跟别人合作 因为理想跟现实之间总是有不小的鸿沟 你想要跨越这个鸿沟的话 你就必须要依靠别人的合作还有支持 想要成功 合作就是捷径 更重要的是 他说聪明的人是擅长跟别人合作的 包括与竞争对手合作 你要善用别人的力量来生存 来壮大 但是他也提醒他的儿子 关于合作有一个很常见的盲点 那就是有很多的人以为合作就是到处交朋友 相反的他很直白的这么写 他说合作不是在交朋友 也不是在谈恋爱 也不是在结婚 合作的目标不是去得到感情 而是获取好处还有利益 也就是说合作并不是说你如何做一个好人的问题 而是利益的问题 另外他还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有收获 洛克菲勒他这么讲 我深信建立在生意上面的友谊 远远比那些建立在友谊上面的生意 还要牢靠得多 所以我们会发现 特别是在我们出了社会之后 那一些在职场还有商场上面 能够跟我们保持合作关系的 通常都是有共同的合作目标 而背后都有一种双赢的利益关系 在推动着这段关系持续前进 相反的 如果我们为了只是保持台面上表面的友谊 而做出一些不得已或者是不情愿的合作决定的话 那么到头来很可能都会变成一种互相情绪勒索的烂摊子而已 这也让我想起了中国商业顾问刘润 他在《底层逻辑》这本书里面有说过一个道理 他说你能够帮到的人才是你的人脉 所以商业上面的人脉 其实都是建立在利益上面的 而不是感情上面的 所以合作必须是利益关系 而不是感情关系 再来是第四个重点 创业就是巨大财富的途径 洛克菲勒告诉他的儿子 要懂得自己创业 在一封信里面 他很直截了当地这么说 他讲说 努力工作就能够致富 是骗人的话 为别人工作 绝对不是累积可观财富的好方法 相反的 我十分认定 为自己工作才会富有 我认为他之所以说这段话 并不是要否定为别人工作的意义 而是要提醒儿子 有更宽广的视野 洛克菲勒他继续这么说 他讲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遵循着我远大的目标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而不断地向目标推进 在我从学校毕业 到处找工作的时候 就给自己设下了一个目标 到一流的公司工作 成为一流的职员 一流的公司 能够让我有得到好的历练 让我培养出一流的工作能力 让我得到一流的见识 同时也能够累积可观的收入 作为我将来开创事业的资本 而这一切 终将成为我成功大道上面 最坚硬扎实的基石 我们会发现 这个观念 跟许多的中产家庭的教育 有点背道而驰 中产家庭大多会鼓励儿女 好好的读书 努力工作 安稳的退休 如果是这样子的人生路线 在洛克菲勒看来的话 是跟巨大的财富 沾不上边的 在他的眼中 巨大的财富 可以产生丰富的幸福 对社会产生更多的贡献 并且在赚取这个财富的过程当中 他可以体验到更多的乐趣 还有成就感 当然他也鼓励儿子要这么做 尽管我们仍然有可能说 在刚出社会的时候 就要为别人工作 可是洛克菲勒就这样子 去提醒他儿子 他说 那一些愚蠢的工作 很可能在你千辛万苦之后 仍然没有收获 然而 如果你将为老板卖力工作 看成是为自己效劳的垫脚石的话 那就是创造财富的开端 他也说 做自己的老板真是太好了 那个感觉实在是难以描述 那回到我自己身上 我的志向虽然不像是洛克菲勒 对他儿子期许的那么远大 可是我自己是很能够认同说 先透过努力工作 累积实力还有资本 然后开创一个符合自己天赋长才的事业 无论这个事业是什么 像我自己是从台积电离开 然后投入做自媒体 做自己的老板 那这个也是我觉得 做过最棒的决定之一 回顾过去的三年 我觉得创业带给我很多很多 除了金钱之外的财富 像是有更充裕的时间 有更多的自主性 有更高的生活意义感 那么创业的获利大小 是一种规模的问题 可是我们内心的幸福感 是一种程度的问题 由于我自己很清楚 自己的向往是什么 所以我更在乎的是 提高幸福的程度 而不是提高企业的规模 那么创业就是巨大财富的途径 它也是一个 实现个人向往的一种手段 最后我来做一下总结 就是说 我觉得这本书读起来 真的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你会看 就是洛克菲勒 他都是很直接了当的 去说道理 他完全不会拐弯抹角 或者说还留一手 你会看到他 巴不得把自己全部的智慧 都承受给他儿子的那个样子 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也会回想到说 我自己的爸爸 有时候也会碎碎念 有时候也会耳提面命 那我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说 老人好像很爱说教 感觉很讨厌 可是现在回想起来 那种对自己的关怀 对自己的那种指点 真的是变成很珍贵的回忆 此外呢 我认为这本书里面 对于中产家庭的孩子 会带来最大的冲击 因为我觉得里面的观念 有很多 可能跟中产家庭的父母 讲的不太一样 有更多的是什么 是创业家的冒险犯案 还有创业精神 也有更多的商业手腕 还有人际关系的谋略 就算我们的父母 不是台湾首富 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本书 来稍微看见 有钱人的思维模式 最后我在引用 书本里面的一句话 每个人都有求胜之心 而最后赢得胜利的人 都是那些有决心 而且做好准备的人 如果你想要取得 与众不同的胜利 无论是战胜自己也好 超越别人也好 这本书会帮你做好心态上的准备 再接着是分享一下 Apple Podcast的听众留言 首先第一位叫做 Evelyn瑶 她说分享重点鲜明 实用 喜欢你的声音 喜欢内容 然后是一个微笑的符号 非常谢谢Evelyn的留言跟支持 那么再来的话 是另外一位听众叫做 No Power Star 她是在美国留言的 我看后台的话 是美国的听众 她说 听了好眠宝宝这一集 感谢瓦机的分享 我以往听瓦机的书 大部分都是商业工具类型的书 那么第一次在这边 听到你访问了 关于宝宝睡眠类型的书 因为我自己有三宝 平时也有发了江沛的文章和Podcast 很好奇你会怎么样 带入这一集的访问 你切入的方式 让我觉得很特别 用不同于亲子Podcast的角度 比较理性的框架式的讨论 也讨论到了写书的方式 也谢谢瓦机分享其他的书 我会像看完电影 想要了解影评的方式 来听你的Podcast 我看完书之后 就会回来听你的Podcast 听你讲解这本书 看看你的角度 也会觉得很新鲜 感谢 OK 非常谢谢这位来自美国的听众 然后有提到的是说好眠宝宝的那一集 我觉得是很好玩的是这样子 就是我有跟大家说嘛 那一本书是我送过最多人的书 就是我身边真的是只要有人 反正只要生小孩什么的 你只要去拜访啊 或者说只要有在联络什么的 我就会第一时间想要送这本书这样子 那也因为江沛是跟我蛮早就认识了啦 所以就是会在像是粉砖上面啊 或是社群上面 就是聊天啊 或者是说有时候会看到双方的资讯之类的 所以我就想说也算是突发奇想吧 因为就像是听众朋友说的 这种类型的书 我自己讲的话我是不会讲的 就是我单口说书的话 我也不会讲这本书的内容 因为我觉得由我自己单口来讲 是蛮奇怪的事情 毕竟我自己也还没有小孩 也还没有亲生的经验之类的 或者说短期之类也还没有需求 那我自己讲的话就觉得蛮怪的 可是我有想到说 既然我觉得这本书很好 然后我又送了这么多的朋友 然后要怎么样分享给大家呢 如果单口不能的话 那我就想到了 那么我就请作者江沛来讲就好啦 所以就变成说 既然我已经有访谈节目的类型 然后都会邀请作者来聊的话 那么就趁这个机会 就让江沛来节目上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 那么由他的角度 可能会讲出更多比我有料的东西吗 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 那么他说这个切入的角度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为什么我跟他聊的过程 我会聊到一些关于写书的架构啊 或者说里面的一些写故事啊 或者说理论的比例之类的 那个是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可能也是一种职业病吧 就是我在看书的时候 现在我在看书我就会蛮注意作者怎么样写作的 或者说他的这个书结构是什么样 所以我自己在看无论是商管 无论是你说自传也好 小说也好 各种类型的书也好 我自己把书拿起来 我第一个会注意的 我就是看他这本书的 算是标题啊 结构啊 一些小标题 或者说看他的这个前后文是怎么样搭配的 是故事居多呢 还是理论居多呢 还是范例居多呢 之类的 我就会去注意这些细节 所以我自己在看很多书的时候 有时候除了看书本本身 我也会稍微拉出来一点点 就是往后退一点点 来用另外一种比较赏息的视角 来看一下这本书到底是怎么写的 那么我当然会看 蛮多的是欧美作者的书嘛 我就蛮知道说 他们写作的这个方法 或者说写作的风格是怎么样 那么在国内的话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 算是台湾的作家啊 我们怎么样写书的 或者说我们自己写作 也有属于我们自己的风格嘛 所以我就很好奇说 别人会怎么写 别人写这个主题会怎么样去写 那就像我会看江沛人那本书 就是因为 我知道说有蛮多的 你说这种睡眠专家也好 或者说这种育儿专家 亲子专家也好 他们可能也会写这方面的书 但是我知道的是 有看过一些 是这种理论比较多的 就是你会看就觉得说 有一点点像是那种 就是教科书的性质 比较偏重一点点 就是用可能理论啊 实证的方法去写 当然这样的书也是很棒 如果说大家想要参考的话 你也可以去找这种 比较有科学实证 比较科普类型的书来看 但是我觉得像是这种睡眠的问题 或者说这种亲子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也会想要去看一些 比较个人化的故事 你可能会想要知道 不同家庭背景的人 他们怎么样面对这件事情的 不同经济状况 不同这个工作性质的这个夫妻 他们怎么样面对这件事情 他们处理的方式是什么 那不同的家庭的环境 甚至是跟公婆的一些关系之类的 都会影响到你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你会需要不同的故事 不同的个案 来去看人家怎么样去做这件事 那透过江沛的角度 因为他是这个专业的顾问嘛 他就可以从他的角度 比较广泛的 然后采取不同的案例 来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样子的写作方式就是 跟我之前所认知的不太一样 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所以就会邀请他来上节目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 OK 节目到这边就进到了尾声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 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 每周收到最新的读书心得 还有好书金句 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